小女12歲的太太 你在哪裡認識的 這是緣分啦 因為我老婆在做專櫃嘛 專櫃嘛 在專櫃 你也看起來不像 百貨公司的人啊 不是啊 你要追人家你要去逛啊 你要去逛啊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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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逛 在跑那種小場的時候 本來就賺不錢了嘛 以前 又想要來台北演戲 那一陣子都 剛剛不久嘛 離婚不久 剛離婚不久 所以說那時候都自己一個人在外面跑 然後呢 又沒有知名度 然後呢 活動又不多 那你在這麼歲的時候 為什麼會認識現在這個老婆 對啊 我說我這個老婆 我要上來台北錄影 身上沒錢 她要拿三千塊給我做那個統科聯 統科聯你知道嗎 統科聯 統聯啦 他三千塊也很多耶 統聯來會也不到三千 那為什麼要給你三千塊 對啊 實在沒錢咩 他們家人完全反對 反對啦 但他就堅持愛你這樣 他挺我嘛 對不對 攝影師戴一下 看他現在的太太很漂亮 很漂亮 看什麼面孝的女人 怎麼這麼傻這樣子 看不漂亮 漂亮 怎麼會傻呢 欸牡羊座的耶 很聰明 敢愛敢恨的人耶 我老婆心地很好 我老婆心地很好 跟他結婚之後 你財運也越來越好 當然越來越好 我老婆有幫夫運嘛 真的 真的 因為我所做的晚會 我都是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們雖然在演藝圈 但是呢 我可以 什麼錢我都去賺 只要人家開口 我就把它完成 因為我做的 不是兄弟就是自己 就兩種人會叫我 不是兄弟就是自己 很簡單 自己就是說 我們是好朋友 我這場只有十萬塊 你處理一下 十萬塊 燈光舞台音響 還要叫五六個藝人 還要我主持 還要一台五台車呢 是這樣子做耶 但是我們賺少沒關係 我們細水長流 我一個月可能做了好幾十場 那你認真做 你要做給人家看嘛 你沒有主持人家怎麼知道你很會主持 喜慶宴會 對不對 有的人講話就會 嘀嘟嘟嘟嘟 就會緊張啊 然後四居連 今天我們的節目證明你很會主持 不是啦 好 謝謝你